杨总是长 财富院长 丁丽事长 丁丽事长 总总经理 还有各位与会的贵宾 我就不一一的问安了 这个我很高兴 我退休了还邀请我 这个退休了以后没有别的 就是时间很多 当然这个 来参加这个活动 当然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不是学文职方面的 学工程的 当然这方面是外行 但是我在学校担任校长的时候 我们校园里面有一栋七十几年的建筑 我为了它募款了好几千万 把它整修起来 我只有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说我们这一代未必能够创造历史 但是你不能够毁灭历史 你要保存历史 后来到台电来服务 发现了七十几年 还算太年轻了 都是百年的 像这个后面的图片上 这个粗坑电厂是百年 还有竹子门都是百年以上 当然现在都保存得很好 当然就如刚才杨董事长跟这个财务院长说 怎么样再活用 这可能是未来一件事情 但是怎么样成立这个小组 当初是有一点故事 第一个就是有一天就是这个我们退休的前辈林炳言经理 还有我们这个十大洪志文教授两个人说要来见我 我秘书说要不要见 他说我说洪志文我认识 因为他爸爸是我老师 所以说他的著作我也 因为他父亲他只要他出的书以后 他父亲就很得意的送我一本 送了两本 所以我也读了不少 所以我说 我都认识 我说欢迎他们来 当然来的那天 我的记忆里面其实气氛不是很好 为什么 有点心思问罪的味道 但是说听说据他们调查 我们有一批大概是在日治时代里面 对我们水利电厂设计图 蓝图 还是晒的那个蓝图 原来是一箱箱的 就被乱丢 这个非常危急 然后问我们台电为什么没有负起责任 当然我们赶快尽速的了解以后 发现那是一批蛮珍贵的一些历史文物了 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观点 那个图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因为房子都改建 但是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当年怎么样画这些图 当年没有电脑 更没有计算机 大家拉计算池 所以我就想到我大二还在拉计算池 这个时候刚刚还没有开始有电的计算机 所以这里面怎么样能够缓缓古人 在那个艰困的状况之下 创造那么多的伟大的工程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迹 也是可供后世的教育学习的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既然这样子 我们还有很多历史的文物 散布在各电厂区处各单位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整理 所以我就请李副总组成专案小组 当然我们刚开始也有一个问题 哪个单位负责啊 发电的 输电的 供电的 好像都跟他们没关系啊 但都有点关系 因为他手上都有一些东西 后来终于想到一个 就是说我们旧的公文谁归党啊 秘书处 那就秘书处吧 秘书处就请这个书处长 那里面就负责 所以他还有召集了他们两位副处长 一个是同副处长 但是说他们什么都不会 我们就跟他讲 世界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去问吧 所以他们就去到宜兰拜访 到博物馆 到甚至到故宫等等的 去啊这个拜访人家 也承访各位啊很热心的 给他们指导 所以呢 这个他们就慢慢的有一些心得了 然后呢当然率先这个 又找这个招考的时候 就找这个文资的这个专长的 这一点我是没有预期啊 我知道他们这个把事情越做越大 希望能够做得更有规模 所以这一点啊 这些啊我想 这一点我必须要感谢我们公司的同仁 当然从这件事情 也看到我们台电公司的这个精神啊 交代的事情 用心去做 就一定会做得比人家还好 所以我只是动了一张嘴 这个被迫于林经理跟这个洪教授的压力之下 成立了这个专案小组 一切的事情啊 我们来谢谢李副总啊 苏处长同副处长 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啊 能够把今天啊 稍聚规模 我们也希望未来啊 能够除了保存 怎么样发挥教育的功能 怎么样这个活化我们这个现有的资产 让他的这个功能 对社会啊 对国家做更多的 这个更有伟大的一些这个贡献 这是我们的期望 今天再一次啊 谢谢各位啊 邀请我到这边来 我要祝福大家 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